大家好,我是民建聯副秘書長黎詠浩 隨著疫情緩和,大家都開始越來越關心 健康碼或者香港版的港康碼 究竟什麼時候可以推出來呢? 而最近我們也聽到特首林太說 他將會在11月開始 逐步容許在國內的香港居民回來香港 究竟這個安排是否等於我們心目中的健康碼呢? 我認為其實除了政府要公佈更多的詳情之外 更加要有一個決心去推行好我們的健康碼 健康碼其實大家都知道很有需要 包括過去長期滯留在中國內地回不到香港的 包括裡面有一些要有醫療的用品 要藥物供應 其實他們過去的時間都在這裡等得很辛苦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有不少跨境的學校 去到現在已經開了學 但他們依然都是上不了學 要看著電視和老師對話 除此之外也有大量的人口 他們過去是往來中港去從事他們的職業工作 但現時大家都看到是甚麼都做不到 工作的機會也都喪失了 其實也看到我們香港確實是需要有健康碼 我認為健康碼的推行其實不應該顧忌太多 太過擔心 而現時政府的表現也給到我們一個看法 就是覺得太過手了 因為我們要明白 申請健康碼一定是有需要的才會去做 就正如回鄉卡 如果那個人沒有心去回大陸的 他根本就不需要申請回鄉卡 而申請健康碼的必然是有需要的 他們亦都不會介意他們的行蹤是有所紀錄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特區政府 其實在處理無論是疫情或是健康碼的問題 其實可以放膽一些 亦都真是希望做到我們香港的社區 能夠盡快清零 亦都給到別人的信心 可以同意我們香港的居民 可以出入境去中國大陸 回復正常的生活 過往我們的經濟可以重啟 令到我們大家回復以往我們正常的生活